你會發現那個壞耳衣帽號實在太好用了 以後的話它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就是萬用的 反正你將來只要希望 程式一直跑 你就怎麼樣 在這邊加一個壞耳衣帽號 但是記得裡面一定要有個Breaker 如果有壞耳衣帽號沒有Breaker的程式 那就會變成所謂的無窮迴圈 就沒有出口 要不然的話就是說 即便你有Breaker 但是它永遠跑不到這個地方的話 那也是無窮迴圈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邏輯你要下的正確 或者說那個邏輯下不正確 那也是出來 那出來的話特別注意喔 如果像Escape裡面就有個 這個叫Terminate 這個地方你按下去 它就可以讓你停掉 而且你要早一點按 你如果太晚按的話 因為它跑太久已經當掉 你再按已經來不及了 好像上一塊有同學這樣的狀況 然後變成 即便你關掉它 好像它變成Python的那個主程式 它還在Run 所以即便你把Eclipse關掉 因為我們是呼叫 Eclipse就呼叫Python去Run的 所以Python還在Run 除非說你要按Ctrl AutoDelete有沒有 去工作管理員裡面 把Python結束掉 不然的話 它永遠就跑不出來 OK這一點 要不然再不行就重開機了 就這樣OK好 那所以用FileEmail這個要蠻小心的 那接下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把這個邏輯改成只能夠拆兩次 拆不對就不能再拆了 怎麼做 基本上第一步 關鍵地方在這裡 把什麼呢 把這個改 我習慣Ctrl加斜線 註解掉 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File回圈 FileIenrange OK然後呢 這邊的話 從0開始 鬥點 因為只能猜0 1 2 到3就停下來 OK後面加一個帽號 OK 好 當然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寫成這樣 它還可以再精簡 如果你寫成0 鬥點3的話 其實你可以寫成這樣3就好 意思就是要反正從0開始 到3停下來 其實是只跑到2就對了 所以0 1 2 跑3次 跑3 所以其實跑3次就乾脆記得3就好 OK大意是這樣的 然後 那接下來的話呢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如果這樣跑的話 那它基本上就是 跑第一次 輸入一次 然後再來 當它0的話 跑低 跑1 再跑一次 再跑2的話呢 它一樣輸入 輸入完之後的話 一樣做一次判斷嗎 我們來試一下 OK 不過這邊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 我這邊我印象中好像會有一個問題 我把這個print 先把什麼呢 把RMD先print 意思是說 我們先知道 到底這個輪數多少 我們再來試 測試一下 我看這樣好不好 OK 比如說我先把 這個已經知道說它是18了 那我就先猜第一次 第一次我隨便猜 假設我不知道 太低了 那我第二次再猜 那第三次的喔 我猜18 應該會跳 恭喜你答對了 對不對 才會正確 可是我按Enter會不會正確 恭喜答對了 那表示 這樣應該是沒問題的 我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這麼簡單嗎 1 那如果1就輸入1 Enter 恭喜答對了 欸 所以程式改完了 欸 就這麼簡單嗎 好像有點太簡單了 OK 好應該 超過3次 你答對了 我來對對對 我看一下 對 假設11嗎 我不要打11就好了 2次 2次 3次 欸 對 這個邏輯有怪怪的 超過3次了 他還跟我講說太高了 低一點 所以呢 應該應該要怎麼樣 讓他在第三次的時候呢 如果他沒有答對 那應該怎麼樣 欸就 答對的話呢 那應該就是直接 恭喜你答對 可是如果 如果 他因 所以這邊少 這個bug 所以這個特別注意 如果你 把程式寫完之後 也不要太 太早 太高興 因為你還沒有全部 測試完 所以這裡的話 會變成說有個邏輯 什麼邏輯呢 如果 他已經是最後一次了 第一個 而且第二個是說 他還沒有答對的話 那 你要 跟他講說 你已經猜三次了 你不能再猜了 所以特別注意 變成說呢 你的邏輯 要多一個判斷 欸 多一個判斷 那應該寫在哪裡 特別注意 你可以寫在 這個 ifl 其中一個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寫在 這個地方 那我加一個if 可是呢 如果我加了一個if的話 下面這個if的話 就要變if 所以這邊 先把它改if 那我的條件什麼呢 當他 已經是最後一次了 欸 最後一次怎麼敘述 如果當 i怎麼 他等於 應該等於 0 1 2 最後一次是2 當他等於2 第二個的話 and 而且 他沒有答對 沒有答對怎麼敘述 就是 g怎麼樣 不等於 不等於 那個rnd的話 rnd 欸 這兩個條件都要 都要成 都要圍出了 最後一次 而且沒答對的話 冒號 enter一下 那就print了什麼 print了跟他講說 欸 你已經是最後一次了 然後呢 你不能再猜了 ok 所以底下的話也可以 可以這樣 只 能 拆 3 4 這樣啦 ok 好 然後 底下的話呢 應該就 就應該不用break 如果這邊最後的話 就直接 他就直接離開了 ok 所以 特別之外 就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這個敘述在這裡 好 那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 特別之外應該知道一次 如果他是最後一次 就i等於2 而且 他沒有答對 那就敘述 你只 只能猜3次 ok 執行一下 所以再try一下 如果他都沒猜 對 輸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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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只能拆3次 這樣就結束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說要把剛剛的那個 沒有拆的次數限制 改成有次數限制的話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這邊 第一個 把file email 改成for i in range 你就輸入3就可以 剛好就只能拆3次 然後呢 在這邊 先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他是最後一次 就i等於2 而且 去輸入的那個 他猜的那個 跟 裡面的那個 亂數 不一樣的話 那就printer 多一個這個 應該可以理解 另外請各位 多學一招 有沒有發現 如果這一招沒有學起來的話 程式還是很難 除錯 哪一招 有沒有發現 printer 把這個亂數有沒有 先print出來 有沒有 ok 如果你沒有print出來 你怎麼知道 你的那個 數字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方法還蠻重要的 所以有的時候 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有的時候 你有些 有些變數 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或者是說你程式有bug的時候 其實 跟各位講很簡單 你就把那個變數裡面的值 就print出來看看就知道 然後底下的程式 也許暫時先把它註解掉 不要跑 先確定一下裡面的變數 是正確的 有的時候可能是什麼 那個形態錯誤 或什麼千千百萬 你一看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自己錯 錯在哪裡 ok 這也是一個方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多一個print 這個方法還蠻ok 因為我記得我從很久很久以前 不管閒哪一種程式 都會用同樣一招 就是什麼 除錯的時候 把那個我用的變數的裡面的值 先print出來看看 好處就是 確保是說 你想的跟實際上 裡面放的資料 是吻合的 有的時候可能 你想的跟實際上 不吻合的話 那可能就會 產生一些 你根本無法預期的錯誤 ok 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程式其實我印象中 我也有把它寫好 而且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我記得只能拆三支 應該是放在第十九頁的地方 所以如果各位有 我剛剛打的 ok 你可以把它 這個參考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十九頁 那上面我甚至把那個答案為什麼 答案是多少 告訴他一下 你答錯了 你只能拆三次 然後 然後 這個亂數是多少 也把它pin 讓他知道說 原來那是哪個數字